那些習慣不習慣 你煮飯我洗碗 每天的早安晚安訊息 來回來回不斷 生活可以簡單的過 兩人三餐四季 對我來回不斷 談不上是一件中心 但也這樣動心 就不經意的 進入我的世界 成為中心 站據視線 把喜歡表情的明顯 只差沒說出口 就你沒發現 還是不肯撮破 每個人都看得出來 要不要衝一波 有一個明天 把你的身份卻還是朋友 多希望牽手跟擁抱 都只能屬於我 除了开心难过外 该看你突然的害羞 没有你 我要怎么办 总这样对我说 谢谢你的喜欢不喜欢 鱼头不能加火锅 哪些习惯不习惯 你煮饭我洗碗 每天的早安晚安 讯息来回来回不断 生活可以简单的过 两人三三四季 在你面前的真实的我 如何承担失去 该怎么做 躺在你旁边紧紧抱从心里倒数 再一次 把爱转译成玩笑说出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 再一步就可以超越暧昧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 我不会让你心碎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 再一步就可以超越暧昧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 我不会让你心碎 最近你常在想很多事情 记住他的习惯或是突然开始窒息 事物切成一半 感冒自己骗自己 生怕关系毁于一旦 所以提不出勇气 被随一战期盼 让他疏离 还是靠近一旦 说出口就无法再到回去 对他有着难言之隐 难言的占有欲 但却因为性别 所以总是在犹豫 知道那位兄弟出现 感觉开始变化 你们关系逐渐 越来越是尴尬 你知道自己已出现 却还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开始牵挂 所以放任自己 被难堪的场景践踏 这是第几次了 晕了几艘船 现实已经发生 都无法再倒转 被孤独给束缚 给不出祝福 所以放手吧 让自己舒服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你幸福其他都可以无所谓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这是我对我自己最后的安慰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没有开头 和来的结尾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看到我真的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